中国跟澳洲的贸易争端继续恶化 而争端的火苗如今似乎蔓延到了煤炭 前天12月13号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 就刊登了一篇报道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这篇报道就引述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的消息指出 为了稳定中国国内的煤炭价格 准许中国发电厂进口煤矿的采购 不用限制通关 但澳洲的煤炭除外 那这项政策意味着 中国国内发电厂将会有更少的诱因 去进口价格偏高的澳洲煤矿 这将会促使业者更倾向从蒙古 印尼还有俄罗斯入口 而这也将会是变相制裁了澳洲的煤矿 《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 并非空穴来风 在中澳关系恶化之后 早从今年10月份以来 中国已经非正式限制进口澳洲煤炭了 过去几个月来 有超过50艘 在这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澳洲煤炭的运煤船 被堵在了中国港口外 有些煤船为了卸货 已经等了至少一个月了 不过当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 因为他们加大检测力度 然后发现很多的煤矿质量有问题 不符合环保标准 所以才不让卸货的 那话是这么说 但就在这个敏感时刻 原本进口煤炭主要都是依靠澳洲的中国呢 上个月的28号就转而向印尼签订了一项 为期三年的煤炭供应协议 他们将会从印尼进口 价值15亿美元的煤炭 那这肯定呢 就会进一步打击澳洲的煤炭供应了 如今环球时报的报道 再出现这样的这个报道 怎么就不叫澳洲不着急呢 要知道啊 煤炭是澳洲第三大出口产品 被看成是澳洲的经济命脉 它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是日本 而第二大客户就是中国了 要是中国真的叫停进口澳洲煤矿 对澳洲的经济肯定就会造成冲击 澳洲总理莫里森昨天就出来呢 赶紧要求中国北京当局澄清有关的报道 随着中澳关系恶化 中国会不会封杀不进口澳洲煤炭呢 澳洲总理莫里森 星期二要求中国政府 出来澄清这件事 他强调如果消息属实 中国不但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对环境和两国贸易关系 也将造成双输局面 如果这犯了 那这会是在描述WTO的规定 这会是在描述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定不是的事 所以我们要求明确 针对中国是否已经正式禁止进口澳洲煤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并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强调 中国对澳洲进口产品所采取的措施 完全符合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 他反而指责澳洲自称是受害者 却不断在污蔑中国 事实上正是澳方近年来 将经贸 投资 科技等问题政治化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的措施 虽然中国官方还没有正式证实是否限制澳洲煤炭进口 但根据澳洲媒体先驱太阳报报道 五眼联盟已经在密谋商议准备协助澳洲反制中国了 那五眼联盟是由澳洲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还有纽西兰这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联盟 报道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五眼联盟正在商讨两种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呢 是澳洲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纽西兰这五个国家 各自对中国公布制裁措施 第二种方法则是让澳洲对来自中国的产品 征收报复性关税 而其他成员国家呢 拒绝从中国购买相关产品